天川日是客家传统文化的小过年 今年为了推广客家文化 且也让县内族群互相交流 由县府文化局邀请县内各乡镇客家协会 客家与生活学校及原住民艺术文化团体等 到新一乡琉璃光之桥践行园区广唱举行 107年乐有南投唱歌聊天川活动 现场聚集了千位成员 十分热闹 我们今年特别把客家天川日 移师到新一来举办 事实上新一客家人口也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一些客家的活动 跟客家元素能够把它带进来 目前为止我们所感到在客家的语言 历史跟传统文化方面已经逐渐的流失 一方面客家产业也需要提振 活动舞台前方两侧架设了许多摊位 让各协会展现客家文化特色产品 县元宵志全肯定文化局举办此活动 不仅推广客家文化 更是让县内各族群互相交流 今天来自全县各地各乡镇的客家人 集聚在一堂除了做女娃神的一个三县里的祭祀活动 同时来展示他们客家的料理 不仅延续整个客家的传统精神跟传统的技艺 对保存客家文化相当的用心 祝福今天我们所有的客家人 在这个天窗日能够保障我们地方的平安 预祝今天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各个协会的会晤能够昌龙 本次举行了现场采接 多元文化市集母语闯关等活动 且有展示客家美食 县元宵志全肯定此活动 传承了客家传统文化 让客家文化充分地展现 记者陈建豪新意采访报导